資料都已經放在這個OneNote平台上 我們等一下麻煩各位同學 您進到這邊 我放大一個讚 到這個OneNote1234-1 know.net 你就打這個網址 這樣應該看得到嗎 打這個網址 那進來之後呢 你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用標準的註冊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在右手邊這裡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你可以用標準的 這個會員登錄的方法 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選擇用社群的帳號 或者是使用你的信箱來這邊做註冊 都可以 那社群的部分 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我知道有的人 隱私設的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可能會登不進去 那其他OK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用社群帳號 比如說你用Google帳號 那你只想用E-mail也可以 就是從下面這邊做註冊 那你註冊的時候呢 那你註冊的時候呢 它會在這邊呢 它會積縫認證信給你 所以你用學校信箱也可以 用外面信箱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那這兩種呢 是比較標準的 功能比較多的 那麼如果你覺得 我今天就是來這裡 看一看而已 沒關係 OneNote有個特色 它可以用訪客 你可以當客人就好 但是功能還有80%以上 那你來這邊 取得訪客代碼 待會你會取得一個八位數 你只要把那八位數記下來 下次呢 就在這邊用相同的訪客代碼 進去就好 那麼你的閱讀紀錄 你加入過的群組 訂閱的課程 你做的筆記 一樣會同步在上面 這樣數位學習平台就會比較好用 就會比較好用 所以呢 您在這邊 按取得訪客代碼 有沒有 這邊就有個八位數了 那這個呢 你就記下來這樣就可以 那如果你看我了解的 大家馬上就忘記那八位數了 對不對 沒有關係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還有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了 你就從這個地方 再進來一下 就看到 那各位進來之後呢 可以從這邊編輯個人資訊這裡 你可以來這邊呢 這裡你會看到你的 有一個那個帳號 就是這個訪客帳號 那麼你的信跟名 待會就麻煩各位來這邊 修正一下 不管你用社群 還是用一般的 還是用訪客都可以 那這邊修正的 只有在one note顯示出來的名稱 不會動到你原本的社群那邊 不會動到社群那邊 這是第一個 你怎麼註冊進來 那麼各位註冊進來之後啊 其實您是在發現裡面的這個課程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資料呢 是在群組這裡 好我把這個先抓下來 抓一下 就是在這個地方 發現裡面的這個 各位呢 平常進來的話 在發現這邊 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所以在這裡面呢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除了我的以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 我們的資料是在 剛剛講過在群組這邊 等一下 我剛剛才開放 所以應該會是在第一名 有沒有在這裡 就是您進到這個 發現裡面的群組 其實你不小心也會看到我其他的 好 這裡齁 就在這個地方 這樣馬上做筆記會 很那個嗎 太感謝老師了 好 因為我要幫你黏在這邊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了 好 所以 啊 結果我們今天還是不要 交影片比較好 哈哈 我怎麼 我跟妳一樣一樣 用這裡的電腦呢 我沒有用我的 特殊工具喔 哈哈 好新奇喔 這個可以當便利貼啊 有沒有 如果你在網路上購物的時候 要匯款 這樣不是比較方便嗎 哈哈 哈哈 查詢一下有沒有 萬一打錯了對不對 好 OK 那我先收到下面 那你點進來之後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入 這裡 好你按下去 這樣就進來了 你就可以進到我們的 這個課程裡面來 我們今天的所有資料 都會放在上面 都會放在上面 包括我們的這個 我沒有特別印講義給各位啦 因為大家長大了嘛 我們環保一點 哈哈 就在上面就好 你在上面 那 這個 我們延期會用到的軟體 你從右手邊這邊 我也有擺在這裡 好 這樣的話 你回去 其實你要下載 就比較方便嘛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完全貼心守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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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